第3場4班1650米 第一組的一里賽事 幾里華木球會挑戰盃 我捧一隻11號的掃尿器 這場馬都蠻有軍勢 簡單我選這隻最近銳開 前一場不是12檔應該贏了 結果上場給他3檔 沿途都安居平路 直路頂得住到尾 那場是樂菲得手的 今次加5磅 預期這場快馬也不多 他有4檔 馬由FIT開 跑回上次的跑法 應該都可以一放到底 這場選腳反而多一點 先選一隻6號的精彩飛動 大家如果有留意 可以知道我經常追著這隻馬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在4班一定有利 不停轉換路程 之前有2200 下班之後有2200 上次有1200 1200可能真的會短一點 你看回前一次1600 潘頓因為中段法力走出來 其實那場他都蠻用心炮的 中段法力走出來 但最後就是腳仔軟 即是重磅 都是輸過多身位 都不是太失禮 始終這隻馬有班 減到126磅 12檔 不玩中段法力 留後衝一段 擺河制搖 有些分頭這些馬 專門上場谷草天儀 今場有些分頭 要小心 要小心 有機會把他弄完 還未定 2號的騰龍超影 我只覺得他部署幾次扣掉 那隻神舟進馬 今晚稍後 嘗試都有出 之前跑開谷草千二 隨著年紀佔大 落腳慢一點 上場已經過來谷草一里 試過一次 沒什麼夜看 稍微有破一破就輸了 今次再攻這個路程 我覺得馬房是有些用心的 即是 部署把這隻馬轉型做一里 他可能竟然有千二都不夠跑 幫他一個硬閘 應該會比較著意 咬中間位 未必那麼留後 大概5-6位 我想他這些部署 練好氣量 今次 應該可以再近一點 贏就沒了 可能要多磨2-3鋪 再攻穀草一里 之後都應該 3號的放眼量 跑個班和跑個路程性能 在4班一定有利的 跟那隻精彩飛同一樣 下班之後 跑幾次都見近 上場外檔都追上來了 就近一下 經常都叫 輸兩個人身位 除非有更好的祭遇 林翔 我想都是跟近幾場一樣 追一追 跑一跑 五位置馬 這些 現在 裡面很黃金形勢 才能夠進入贏馬 講完這四選 可能副用莊 都 銳開的馬 上場跑2千 可能不夠氣 都追一追 給你看 馬房又沉了一期 沉了幾期 放回蔡明少少 應該會更好 但太多馬 選擇 我擺不到他 膽子之中 都是11號的素鳥器 腳暫時選擇了6號精彩飛同 2號的騰龍超影 和3號的放眼量 用磨盜 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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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